欢迎继续收听由桑子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斗破苍穹》第七百九十七回 萧炎得到了天火三玄变,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再留在分烟谷,当下对唐振抱拳告辞 《唐国主,在这里萧炎打扫了不少时日,今天或许我就得动身离开了,若是日后有什么地方在下能帮上忙的话,请尽管找我就是 哦,要,要走了吗? 听后,唐振有心想挽留一下,但最后却只能叹息了一声点点头说 《想必你应该有钥匙在身啊,但老夫也就不坚持了,不过你要记着,天火三玄变,不能外喘啊》 《唐国主,请放心,萧炎不是不识食物的人》 萧炎对着唐振点了点头,对于这种规矩,他自然是明白的 唐振笑了笑,拍了拍萧炎的肩膀说 以后要是有时间,可以来我焚炎谷做客 只要是我唐振是谷主,那你萧炎就是我焚炎谷的贵客 对于唐振的好意,萧炎微微一笑,然后对着两人一抱拳,身形破空而起,直接对着焚炎谷的出口迅速的略飞而去 一路出了焚炎谷,萧炎并没有过多的停留 他直接对着天皇城所在的方位积略而去 在赶路的途中,他的脑海中也不断地回味着天火三玄变完整的修炼之法 天火三玄变是焚炎谷顶尖的秘法 不过,由于这秘法的特殊性,也令得人相当的难以衡量它的级别 毕竟,在有一些人手中,这秘法完全就是废物 但要是在一些拥有着多种厉害的火焰的强者手里,就能爆发出了绝大的威力 这威力绝对能够和其他的地阶高级的秘法相匹敌啊 而幸运的是,萧炎正是后者 身怀青莲地心火,陨落心炎,乃至古灵冷火的他 刚好是能够把这天火三玄变施展到巅峰 也正如唐火而说的 这种秘法就好像是为萧炎量身打造的一样 三种异火同时爆发,那所增幅的力量必然会极度的恐怖 萧炎欲想,要是他彻底将之爆发的话 恐怕即便面对着废天以及吴臣这等阶别的老怪 也能够真正的和他们正面对抗 再也不用像现在这般,光在他们手中支撑十回合就如此的狼狈 不过,天火三玄变的每一次爆发 所产生的能量都是非常狂暴的 三变叠加更是不知道要达到何种程度 即便是我如今的身体强度 怕都有些难以抵御啊 萧炎的脸庞略过一抹沉吟之色 毕竟他的体内可不是寻常的火焰 而是身为万火之尊的异火 由三种异火作为基础的天火三玄变 恐怕就算是焚炎谷 都是未曾有人达到这般地步吧 毕竟即便他们有能力找到三种异火 但是没有焚掘这等神奇的弓法 谁又有那胆量把三种异火存在一体呢 看来即便日后学习了完整版的天火三玄变 也不能轻易使用啊 不然的话 对自己的身体伤害太大了 萧炎心中想 这万事还真是有力有弊啊 不过不管如何 如今他也算是找到了另一张顶牌 日后和人对战 天火三玄变 必会让得所有人大吃一惊 想到了这儿 萧炎逐渐地收回心神 目光远眺 只见的那遥远之处 隐隐有着一座城市的轮廓 若隐若现 也不知道小一仙的事 柳青他们打听得怎么样了 他的恶难毒体是个不小的麻烦 毕竟这种毒体拥有的名声可不太好 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吧 萧炎低声自语了一声 然后速度也猛然加快了 他化作一道鸿芒 闪略天晋 对着那遥远处的城市急速地飞去 萧炎的身影 直接从天空掠进了天皇城中 然后在城西的偏僻之所落下身来 分辨了一下柳家所在的方位之后 就缓步地走去 十来分钟之后 萧炎就抵达了柳家所在的庄园之外 在他出现之后 还不带他说话 柳家门口的几名护卫便赶忙地迎上 几位恭敬地说道 可是萧炎先生吗 这般一幕倒是弄得萧炎一愣 他却是不知道啊 如今他的名头可是在这天皇城传得沸沸扬扬 所有人都知道柳家有着一位达到了七品等级的年轻炼药师同伴 虽说心中有点郁闷 但萧炎依旧是微笑地点点头 而见到他点头 那几名护卫眼中的恭敬之色呀 就越加浓郁了 领先一人连忙 让人进去通知柳情 而他呢 则是亲自领着萧炎进入庄园之中 一路走进庄园没多久 萧炎就看到啊 道路的尽头那急匆匆而来的柳情林彦两个人 柳情快步的上前 你总算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在焚烟谷出什么事呢 萧炎笑了笑 没什么事 只是在帮焚烟谷的谷主炼制丹药的时候 消磨了一些时日 没事就好啊 不过最近我们柳家可是因为你变得热闹了 哦 怎么呢 还说呢 现在很多事例都是知道柳家有着一名七品炼药大师啊 所以都想要跟他们打好关系 顺便还想和这位年轻的炼药大师套套关系 嘿 炼药师果然是吃香的职业啊 林彦扎了扎嘴 一脸的羡慕 柳情笑着说道 的确过来不少 其中不乏一些实力强横的势力 他们都想看看能否令得你们成为他们的门内供奉 消炼 消炼笑着摇摇头说 供奉倒是不必了 我可不想留在那里给别人炼一辈子的丹药啊 嘿 早就知道你不喜欢 所以全被我们找借口推卸了 这种事儿要是做得不好 可是挺遭人忌恨的呢 消炼 微微一笑 然后转入正题 哎 我上次嘱咐你的事情 可有什么消息了吗 听到这话 柳情脸色认真了许多 他先是将消炼等人带到一旁的石亭 众人分位而坐之后 他方才沉声的说道 嗯 都有了一些消息了 哦 你说的那位新兰 我想应该是丹玉叶家的人 而他的全名叫做叶新兰 叶家 消炎念叨了一番 手指轻轻的敲打在石桌上 这个叶家实力如何呀 挺强的呢 至少远非我柳家能比 当然了 能够进入丹塔长老系 也不是寻常势力能够绊倒的 这丹玉之内龙蛇混杂 大陆上的众多强者都是在那拥有着分会 不过总的来说和丹塔有关系的是五大家族 这叶家就是其中之一呀 不过如今 叶家倒是逐渐的示威了 已经落为了五大家族之末 在前两年中 更是连丹塔长老席的位置都丢了 哼 要是这么下去啊 恐怕连五大家族之末都待不下去呢 迟早会被其他势力取而代之的 消炎点了点头 难怪那叶家会把新兰送去嘉南学院 原来他们的形势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 消炎继续问道 加入丹塔的长老系 需要什么条件呢 既然消炎答应了要帮新兰一把 那他自然是也多注意点这方面的消息 失信于人的事 消炎是不想做的 柳琴苦笑了一声说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应该是很苛刻的 毕竟那是丹塔 想要进入其中 就必须在丹塔中拥有相当大的人脉啊 嗯 那可有小一仙的消息呢 文言 柳琴迟疑了一会儿 方才说道 你说的那个小一仙 是不是拥有着传说中的恶难毒体啊 听到这话 消炎心头顿时一紧 他脸上点点头 沉声问道 怎么了 我这段时间派了不少人去打探丹玉的消息 如今那里传得最为沸沸扬扬的 便是与这个小一仙 有关系了 因为他携带着那传说中的恶难毒体啊 恶难毒体 这种令人闻风丧胆的诡异的体质 当年中州也发生过 无一例外都是引起过巨大灾难的 原本以为这种毒体如今已经灭绝了 但没想到如今又出现了 在提起恶难毒体的时候 即便连柳琴的梅雨间都有着一抹恐惧的味道 那现在他人在何处啊 对于小一仙 消炎或许是因为他的凄惨的绅士 以及毒体的缘故 他一直都有种特殊的关乎 而这些年 后者也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不管消炎面临何等的险境 也是不离不弃 在小一仙的心里 早已把消炎当做了可以无条件信赖的知己 而对于这些 消炎也同样是非常清楚 因此为了帮助他脱离恶难毒体的痛苦 消炎一直在想尽一切的办法帮助他 如今若是他出现什么变故 消炎自然是亲自必须出手了 望着消炎的脸色 柳琴也明白了一些 他的确切方位 我也不太清楚 如今丹雨中有着不少势力都在找他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恶难毒体爆发 会引发何种可怕的事啊 而这些势力中 以冰河谷的人 找他找得最为疯狂 冰河谷 对 据我所知 这冰河谷素来对那些特殊的体制 格外的感兴趣 他们寻找小一仙 或许是因为他们对那恶难毒体 有了心思了 而且据打听来的消息 前段时间那小一仙就和冰河谷的强者交过手 虽然最后逃顿了 但应该也受了不轻的伤啊 不然的话 不会销声匿迹这么久 知道了 消炎点了点头 面色却逐渐的阴沉下来 没想到分开的这些时间 居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冰河谷 消炎眼中略过一抹阴狠的杀意 要是小一仙出现了什么意外 那他一定要让这冰河谷付出血液般的代价 见到消炎那阴沉的脸色 柳晴也能够猜到 这个所谓的小一仙 恐怕和他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 林彦也是感受到了消炎心中的杀意 脸庞变得凝重许多说 消炎 你打算怎么办 冰河谷的实力不逊色于肯炎谷 谷中高手如云 挺难对付他 我要去一趟丹玉 新兰和小一仙以前一直在一起 或许 他会知道一些消息 至于你们 还是留在天荒城吧 我跟你一起去 我对丹玉还是有些熟悉的 消炎摇了摇头 拒绝了林彦的好意 他没想到恶难毒体在中周 居然引起了这么大的骚动 如果他要帮小一仙 难免会遭来不少敌事 林彦跟在自己身边 并没有好处 你就待在这里吧 这事 你帮不了太大的忙 消炎拍了拍林彦的肩膀 看着消炎的认真的脸色 林彦虽然极为的不甘 但迟疑了一下之后 也只能点了点头 他同样知道 以自己这窦黄级别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给消炎太大的帮助 甚至说不定还会成为消炎的累赘 所以呢 他就没有再坚持 柳情见到消炎已经打定了主意 也不好多说什么 既然你有了打算 那我也就不劝你了 我会继续派人留意中周 要是有小一仙的消息 就想办法送到你的手里 说着他从那截中取出一张地图 递给消炎 这是中狱的地图 叶甲就在其中的叶城 你要是找到那叶新兰的话 就可以去这里 你看 对此消炎倒是没有拒绝 他点头把地图接了过来 有了这个东西也可以避免他在中狱迷失方位 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啊 现在 消炎沉声的回答 如今小一仙生死不明 他也实在没有心情在这里多留了 他必须尽快地找到新兰 从他那里知道小一仙有关的任何消息 文言 柳情张了张嘴 只能苦笑地点点头说 好吧 我马上让人为你安排空圈重动 说完他一招手 把一名护卫叫来 低声吩咐了几句 然后呢 护卫就迅速地告退 兄弟 待中狱尽量小心一点 那里龙蛇混杂 其中不发极为难缠的对手啊 要真是遇到麻烦 就来天皇城 即便我柳家实力不强 但也会尽力保护你的 见到飞退的侍卫 柳情转过头 对着萧炎郑重地说道 听了这话 萧炎那阴沉的脸庞 也浮现一抹笑容 点了点头 虽然他也知道这种事情 根本不可能出现 即便真的有连他都解决不了的麻烦 来这天皇城 也只会把横货引向柳家 而不会有其他半点的作用 天皇城中央地带的巨大广场 空间虫洞 缓缓地旋转着 一股股惊人的空间波动 不断地从中散发出来 在空间虫洞的面前 萧炎从柳情手中 接过一个巴掌大小的银色小船 对着柳情等人一抱全笑道 等我把事情解决了 有时间定然再回到这天皇城 这里到中州 有五天左右的路程 柳情手掌拍了拍萧炎的肩膀 保重 另外 可不要丢了嘉南学院的脸 要知道 你可是内院这么多年 最出色的学院啊 放心吧 不管怎么样 也不会弱了名头的 保重 话音一落 萧炎不再迟疑 他转身就走进了空间虫洞中 那背影倒显得格外的洒脱 望着萧炎那逐渐消失在空间虫洞中的背影 林燕和柳情都轻叹了一口气 对视苦笑了一声 他们知道 萧炎此行恐怕将会在中狱掀起不小的风云呢 嘿 这个家伙 不管我们怎么追赶 他都一直在我们前面呢 遇见这种妖怪 对信心的打击还真是不小啊 散发着璀璨银芒的空间虫洞内 萧炎盘坐在空间船的船头 脸色显得异常凝重 他有着一些预感 此次前往中狱 恐怕不会轻松啊 好了 朋友们 遇知萧炎在中狱发生的故事 敬请收听 斗阁苍穹 第七百九十八回